碍于疫情各行各业备受冲击 所有的计划一切归零 包括NBA、MLB等各种运动赛事毅然 但是,Nike却运用科技与创意突破困境 让现场赛事在疫情下有条件开达 以远端创造有限制的入场 无上限的应援 缔造了运动行销新的可能 - 焦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5月18日蔡继梅所撰写 并刊登在未来商业焦点官网的文章 2020肯定是全球运动迷最难熬的一年 当NBA宣布停赛的那一刻 对多少粉丝来说是多么难过的事情 因为疫情让NBA封管、MLB停赛 欧洲各大足球联赛休兵、奥运、棒球经典赛延期 号称全球第一开打的中华职棒 也依然对进场人数、隐私有诸多管制 疫情冲击运动产业链 职业运动损失惨重 人们观看赛事的习惯彻底被改变 扭转运动行销生态 史上首度闭馆开打的高中篮球实验赛 HBL总决赛 不得不在逆境中需求突破 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 距离HBL4强决赛剩不到10天 高中体育总会最终角力闭馆举行 不只是一般民众无法进入小巨蛋 就连各参赛队伍 包含球员在内也只开放50名入场名额 网路论坛上哀红遍野 有人大叹 啊今年结束了 也有家长哭恼 孩子进小巨蛋打球 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能够亲眼见证 过往总是热血沸腾 加油声撼动小巨蛋的HBL现场 一旦成了静悄悄的电视画面 HBL还是HBL吗? 而主要负责篮球领域的运动行销公司 PLUS ING眼镜互动 与Nike合作多年 他们的业务总监说 大家从来没有想过 室内观看比赛会变成这么一件奢侈的事情 但其实走在疫情发生前 Nike高筑眼镜褥动 今年HBL的行销课题是 如何打破同温层 因此他们开始思考 如何把零人入场变成无上限入场 把比赛变成数位形态 代表更多可能性 能突破场馆两万人的限制 在爆满的比赛现场做活动 是一种思维 在没有人的比赛做活动 是另一种突破 但Nike要的是 有限制的入场 无上限的应援 又该如何实现呢? 访问多位现役球员 退役学长解后 眼镜互动发现 小球员们特别在意球场上的加油声 因为听到声音 可能会激发出汉 平常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所以如何把加油 应援声送进现场 凝聚场内和场外 成了Nike团队定调危机处理的大方向 在时间紧迫下 渗透率高 消费者熟悉的LINE 成了首选 眼镜互动利用Nike的LINE官方账号 设计线上应援活动 球迷可从最后八支队伍中 先决定要应援的球队 再选择以文字或声音方式 帮所爱的球队或球员加油 活动在决赛前三天上线 而在三天内就募集了上万则应援内容 一直持续到官方赛最终哨音响起 Nike官方账号新增四万好友 热度大幅超越预期 大量涌入的内容 文字部分在围绕球场四周的电子看板轮播 声音部分则以5秒为限 由眼睛互动现场人员初步筛选后 交给篮球DJ在赛事进行间现场remix 和Nike预先准备好的各校经典校呼混搭 将这些声音还原、编排 呈仿佛这些人真的在现场的感觉 当中有热血的球员阿嬷海话 也有同言同语的欢呼 有别于过往加油声 引来自现场的年轻观众 这些来自远方各年凌晨的声音 深色而热情 激励了场内每一个当下 事实上运动赛事透过线上应援 远单参与这类型商操作并不罕见 直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过往类似活动 多集中在品牌的粉丝页、官网等平台露出 创意总监张吕乔说 这次最大的差别 我们是真的在比赛现场做曝光 他也强调疫情终会过去 透过这些在疫情下有条件开打的比赛 正好给了品牌组、球团各种空间去检视 但原先他们关注比赛、参与现场 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真正让球迷愿意进场 在现场获得的感动又是什么 疫情将如何改变运动赛事行销 业务总监分享了一段小插曲 冠军赛当天傍晚 他忙了一整天 不出小巨蛋买晚餐 才看到有近百位球迷 就散落在小巨蛋周边 起地而坐 专注只盯着手机直播 他说他看了很惊讶 都不知道不能进场了 还是要来陪球员打最后一仗 疫情阻止不了人们对相聚 对陪伴的渴望 小球迷要的 原来只是近一点 再近一点 运用科技和创意 在未来球迷们或许就能透过 更多别出心裁的方式 远单参与一场比赛 让远端欢赛也成为一种入场 谁没有年少轻狂呢 想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也会期待一年一度 热血沸腾的篮球赛事 现场此起彼落的加油欢呼声 在现场 疫情仿佛成为运动产业画下时代的交织线 无论远距或近距离 都让球员和粉丝们更用力的支持 共同创造新的体验 将运动生态可以永续发展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进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